出爾反爾這句誠語 是來自孟子的梁慧王霞 以是指你的意思 出自你的口 但後來反口的又是你自己 意思是指人反覆無信 楚漢雙爭是劉邦首先提出和義 結果簽訂了和約之後 由劉邦單方面撕毀和約 違背承諾,派兵追擊韓瑜 大家都指揭他是出爾反爾 而這件事也成為中國歷史上 最為人所熟悉的出爾反爾事件 法艾舞 紅菜絕世千生有意 狂情靠泰曼戀起 历拔山独有吞山处暴戏 天也已记 定不带刺重天飞 凉错先制造时机 蚊红凤变天错看剑 红枣成败看捕捉先机 用两十天将价下到残器 用刀心一生化与换发飞 无财恩绝世公公可罢天 天命难悲 两个必须平起平坐 各分天下一半之地 以相恩为戒 就说有兵戎相绢 我去走 夫人 你… 大祖已经明明跟你商议好了 我们大汉只有去到关中一带的领地 你又失惊无神, 要去到商丘 领地比杭羽要的更多 他会答应你, 除非他傻了 杭羽是霸王也不敢说霸那么多地 对吧, 何凤, 我们… 我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汉王 为了我们大汉江山 你们是否全部想让杭羽赶入属中 以器用事只会弄巧反转 以微臣如见 下次和议 还是请娘娘不要再列席了 谈判一如做买卖 有谁不是开天杀架落地还钱的 至非你什么都争不得 汉宇打得来 我们只有八千老弱残兵 怎么能对抗他呢 汉王这一层就少担心 汉宇除了知道韩信在心腹大患之外 而且还有彭月、英步等不断从后滋扰 他才愿意和谈 但是谈不着也谈不着 就不像这样的想法了 无论这次多艰辛、多辛苦也好 神社不一定要得到一生中最想要的东西 杭妆忠理会 立即整備三军 明早发兵攻打影仰 霸王色怒 发兵一事要重唱解义 我坐过梁草不计, 斯佬兵辟 又未知韩信意响如何 实在不宜开战 如果一如女智所言, 以商业为戒 人家会以为我们怕了劳邦 阿谋 女智这么重 要忌起朕的怒气 陷阱于两难之国 我绝对不会被他得逞 明早依计攻打影仰 仰装琴弓, 威嚇女智 力令他接受这么一和议 好 楚汉于广武山以和会谈 本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王爷的心愿是和西楚霸王 在战场上冲得高下 楚汉一旦和意成功, 就千下大定 王爷就等于失去时机 何意还叫好呢 夫妻人家不会明白 王爷爷, 你想写信给陈帝人 请帮臣妾向他问好 吾妻王爷了 臣妾先行告退 吾妻王, 吾妻王, 书父陈平 楚汉相争五载, 知以和之局 天下行章大定 为时局信息万变 本王有要事语语物语 秘仪不宣 杭大人又来了 对了, 大家慢慢坐下谈就好了 何必要打打杀杀 請 霸王出兵迎揚, 只是略士情假 知翠就立即签订和约, 退入属中 我们大汉深得民心 英步彭越, 已经和我们汉军结盟 齊王汉信, 已经率领我们汉军后命 善事代糾纏下去, 吃虧的只会是你们 汉王以天下苍生为念 才来示好和谈 你这个雕虎 有毒无礼 汉王重开和谈乃天下万民之福 我们还是不要情口舌之争 圣讯后言之由来 我们立刻展开会谈 在和尔未展开之前 朕先作提议 霸王, 不妨直言 楚汉之前, 历史五在 雙方死伤, 仗士无数 他们肯家中的父母妻严 一夜盼望他们回乡 而当中有不少是夫郎 虽然和尔尚未達成 但是仗士希望才释放这些前妇 让他们可以回乡与家人团聚 振亡将士的厮守 亦同时归还 他们虽然可以活着回乡 但是仗士希望他们的骨灰 可以运送回自己的家乡安藏 哪一人起疑, 你只要一声令下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我刘邦一定勢死相除 上右后退三十里 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 半步都不能再让 根本就没有让步 亦无需再商与下去 那好吧, 和尔就此中断 娜夫人, 车密动怒 万事有商量 是呀…无需激动 万事总有商量的余地 你刚才没看到杭羽的样子 他真的很关心那些将士 说得我哭了 看来他这个人又失败了 但是最怕有人利用这一点 你欺骗你 你说刚才汉羽是做起? 不会 寡人最清楚他为人 他根本不恤虚情假意 又怎会在寡人面前声声作态呢? 他真心的 听汉王这么说 汉羽绝非奸险之徒 汉王, 你又更是潘大人口 好, 你两人又何以势成水火 人就是这样 太擅长就会挨岸自高 久而久之就目中无人 毕日毕日他自有父母商王 身边无人无物 找个人说心事也没有 到他认识到寡人了 有寡人开解一下他 他又说寡人跟他争天下 搞得反目成仇, 连兄弟都没得做 参见汉王 张兄家 楚伯王送来密陷 想和汉王你私下一聚 客官, 你都坐了整个时辰 到底你的朋友今天来不来? 来 一定来, 可能是天羽耽误了 我们都很久没坐在一起喝酒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地聚下 不妨礙你了, 客官, 慢用 唐老弟 又会这么大雨? 难得我们又再碰面 来, 喝杯酒 刘邦 我来问你一句 你到底想不想和意成功? 想是想 不用再打仗, 肯定是最好 不用多说 如果你想的话 你就快跟她的夫人说 叫她不要再出席 有她只会坏事 你这些夫妒人家心胸窄 就不要理她了 若然她就出席 你就帮你形容她八千首席 買定棺材 要不然你自己那副八千零一副 你…你真的这么想我死? 好 我买定棺材 我买定八千零二副棺材 一副给你, 一副给我 我买定棺材 雙一后退六十里 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 再说一次 你们硬要在雙一画地为界 簡直是痴人说梦话 我买定最大的让步 将关中地界再伸延五百里 你们休想再得寸进席 只是关中以外五百里? 跟我们大渴开出的义和条款 还差很远 接受还是不接受 只需要管一句 华人也有一句话, 不接受 我夫人说 雙一为界就是雙一为界 总之半步都不让 如果你不接受 我就跟八千老弱残兵 买定八千零两副棺材 一副你一副我, 走 人来, 拿酒来 华人要喝酒 汉王, 臣妾要商一画地为藉口 只不过是想争取多些的领地 如今八王肯东以五百里画界 已经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臣说不肯的 只是想多争取一百多十里 你这样断言拒绝 整个关中和五百里面都没有了 臣醉霸降与面子难下 把心一还, 真是出兵攻打营阳 打就打 他要免, 怪人不用免 怪人给他了 怪人给他了 总之以商丘画地 连那六十里也不太阳 霸王, 七斤回来 七斤 霸王 怪人不是发梦 七斤以为这一世都不会再见到你 妹妹, 为何你回来 是霸王放我回来的 杭宇放你回来? 那爹和嬴儿呢? 霸王只是放我一个回来 因为… 因为什么?说吧 因为霸王要我跟你说一句话 说什么?我知道了 他当然自己也觉得过泰 叫你来自怯, 是不是? 不是 那不是什么? 你不是吞吞吞吐吧 他说 姐姐虽然是女流之辈 也叫她留有识见 但是… 汉王你就… 就不可以 你就是成事不足 闭事有余, 不资不扣的窝龙肺 是 罵怪人是窝龙肺 豈有此 豈有此, 你的汉羽真欺人太甚 張兴家, 立刻跟我立戰書 你说我和他不道王全不相见 我要和他决一死战 汉王息怒 和矣才稍有眉目 千万不要自毁长城壞了大事 沒錯, 汉王 霸王肯把妻夫人送回來 大有嗜好之意 嗜好?他修辱寡人 如果他真的要修好 叫他把我彭承交給我 還要自便入蜀中, 食藏 不是, 甚麼都不用說 汉王 張后爺和蕭丞相在外面 等你一起商議對策 還有沒有好商議? 寡人說過, 以雙幽劃地為界 說了這樣就這樣 汉王, 你別再把事情搞得越大 你說和項羽一起死 我怕最後死的人是你 連你也覺得寡人是窩囊廢嗎 如今項羽肯周整個關中劃為漢地 再東移五百里為界 連神殲都認為可以接受 那你就是怪寡人多事了 所謂君無棄言, 說了出去的事收不回 那你以後想說話 不就先和張侯爺或臣妾商量一下 即是你的事寡人為傀儡 寡人連說話的餘地都沒有 你發這麼大脾氣幹甚麼? 都於事無補的 我知道, 你們一個月都看不起寡人 寡人論才智, 論甚麼都不及你們 汉王 汉寡人一直真心地待人 連我的心都挖出來 你們就覺得寡人臨善, 欺負就欺負 寡人受夠了 寡人不再被你們欺負 人善被人欺, 馬善被人騎 寡人不再被人欺負了 寡人才是漢王, 寡人哪個都不怕 阿 hing 好… 想不到這個賤警救得多熱 寡人 вкус 好久沒見你那麼開心了 是嗎 特別是近日你為了坐下 義和一時而憂心 總之是這樣,應該早點帶你來 我們到處逛逛吧 逛逛 逛逛逛逛,你怎麼了? 給他看 是呀,我喜歡氣的 是呀 小朋友,你怎麼哭 你們是以多喜少 不是呀,是他猜輸了 不肯做西楚霸王 是呀,是呀 做西楚霸王有什麼不好 不要,韓宇很凶殘的 他見人就殺,還殺為二弟 他有個大魔頭 我做他的話會被人打的 我是劉邦,是仁義之師,打死韓宇 我不做韓宇了,打死韓宇… 劉邦,是你抹黑袖 他在那裡 俠邦,顧本,這邊 請坐 我走 是 霸王,童言無忌 何所為他幾句話而不開心呢 就是因為童言無忌 好竟我鴻宇賊武不仁是多麼深入民心 你們全都是派樓幫他鎖匙 是他東算三波謠言, 是他滿黑鎮 那清者自清, 霸王你忍耐一下 和以一成, 兩分天下 到時霸王好空置你楚國 天下的百姓都會明白你一位明君 對你的誤解也一素而兇 如果天下人 都像如機那樣體諒就他苦生就好了 客官, 真的對不起 近日楚漢在廣武山以禍 來了很多仗事, 我們的酒都賣光了 這瓶是最後一瓶, 慢用吧 老闆, 你也知道楚漢二王的事 你有甚麼看法? 老夫幾十歲了, 不懂甚麼 不過不打仗是最好的 如果有得讓我選 我就會選漢王劉邦去管治我們 劉邦有甚麼好? 漢王他謙厚, 二華為, 不像漢羽 他凶惡成勝, 坑殺了巡兵二十萬 聽見心寒, 這些都是聽來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你沒聽錯, 全部都是千振萬確 他還禽獸不如 那個韓生只是說一聲 目後儀觀, 他就將他攀殺 甚麼叫目後儀觀? 就是說他們錯人是猴子, 就算衝正亮 穿了人的衣冠, 也只是一隻猴子 是禽獸, 沒道理說 劉邦, 你這個卑鄙小人窩囊匪 你全都沒得黑針, 知道他們還知道甚麼 你心裡知道我漢羽為人是怎樣 讓我良心去除辟 八王… 我…我劉邦是沒有良心 我的良心被韓羽的殿狗擔了 這麼多年來, 我有哪一件事不幫你養你 你在威家義氣義, 我就幫你遙其立喊 你要入關中清王 我就要把關中的喊藥雙手奉上 你又怎麼樣?你趕我入蜀中, 逼我吃蟲 你得寸盡赤, 趕盡散絕 誰沒有良心, 你說 當你貝源被循兵重重圍捕 是誰單人拼命殺入重圍救你 是我 你還記不記得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今天記得, 八年前的事 你又記不記得你幾年怎樣對我 要不然就出兵打我, 用石包來轟我 要把我父母和家人打敗 你這樣對我, 甚麼都扯平了 這樣還算是對我有恩嗎? 我只不過是出言威嚇 從來沒有把你父母和家人打敗 我就是得把口說了 我只是用把口來悶嚇你 可是你真是想我死 你屁屁屁屁屁的收買個弓箭 一定怕牧師你一箭射出來 幸好我劉芳復大命大 今天之所以, 殺牛鴨躲在這裡 掃這個罪作 我有甚麼給你掃 你這樣對兄弟的嗎? 你不顧兄弟情 肉口埋口都說要殺我 顧著我天打雷劈你 是呀, 我不是要殺你 我一輩子做得最討厭的 就是跟你結拜 你…我以為你這個良心被狗扔了 你還不記得有我這個結拜兄弟嗎? 你想想這麼多年來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這個兄弟 有沒有尊重過這個大哥 有沒有叫過一聲我大哥 你配嗎? 我不配, 是呀, 我是不配 你項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這麼多年來, 你開口賣口都叫我 卑鄙小人, 貪財好色 我做配工的時候, 你這樣叫我 當我做了漢王 你就當著天下人的面前 都是這樣叫我 現在還多了一件窩囊廢 你是這樣對兄弟嗎? 文字武功你無一可取 若然你不是窩囊廢 你就光明磊落地出來跟我打一拳 老公, 在這裡打就行, 向戰場打一拳 好, 打就打, 如果我怕你, 我… 霸王 不要, 霸王 走 你敢去打他 走吧 霸王 你不是不怕死嗎? 我怕死嗎? 我不怕死 是, 我也不罷了你 你真的這麼討厭我? 是, 我討厭你, 我恨你 你那次幾乎拿我的命 現在我的傷口反風浪雨 都湯得我飆眼淚 你連兄弟也殺了 沒有這種兄弟, 別… 你是說, 如果我們從來沒有結拜過 為兄弟, 你就不會這麼討厭我 我也不會這麼討厭你 你終於明白了 你不會明白, 你這輩子也不會明白 給你十斤, 我還給你們 我老婆, 從不欠人物 沒拖沒欠了 你不明白 楚漢和談已經足一個月了 未知進展如何 娘娘要以雙丘為界 寒雨只是肯伸延關中以外五百里 夜漢王就斷言拒絕了 如今娘娘和張娘也盡謀對策 娘娘果然是屢中豪傑 你看, 雙丘為界 她的野心真是比男人更大 可惜, 唐宇也非等閒之輩 看來娘娘真是很辛苦了 娘娘為國操勞, 當然辛苦 但是齊王, 你照陳平來到齊國物會 她絕不會是關心娘娘幾句這麼簡單 那也不是太複雜 本王想你代我問娘娘三個問題 陳陳平叩見娘娘 回來了 看上這個跨夫, 這次又想怎樣 齊王想問娘娘三個問題 其一, 他想問娘娘 想不想第一個打敗蓋世英雄行員 你替哀家反問齊王 有誰不想? 如果娘娘答想的 就可以問第二個問題 其二的就是 娘娘想不想做第一個 名流青史十萬人景仰的皇后 第三個問題呢 其三就是娘娘想不想 成為改變歷史統一天下 開創大漢萬世積業的女人 娘娘 你替哀家回覆齊王四個字 夢寐已極 既然如此 齊王定必達成娘娘心軟 但齊王有沒有說過 什麼時候帶兵回來 齊王說他決不回事 他不肯答應律師 他是如何保證漢王可以一統天下 你替哀家安排一下 哀家要親自見韓信一次 霸王, 會談可以開始 娘娘今天有要務在身 未刻出席 那還好, 霸王漢王可以直接商討 不會有人從中作梗 霸王 張卿家, 把寡人的決定告訴他 是 霸王以關中五百里為界 漢王想霸王你再疑多 朕絕不再疑村地 有奴漢卿家重新就決定 霸王很東以五百里為界 而這五百里全是肥肉土地 你們再堅持, 只是屬屠然 況且這五百里對你們來說很重要 再加上黃金五萬斤 作為對你們陣亡的將士恩恕之勇 不過, 這是極限 但是跟我們所提的十萬斤 仍然相差甚遠 天色二晚, 大家都辛苦了 不如大家回去長家考慮 我們三天後再會談, 好嗎?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請霸王手等, 抹將去準備馬車 請漢王稍後, 等微臣都去準備一下 你要去看你的臉到什麼樣子 我去找到你除了 番風下雨還很痛 放鬆了 漢王, 馬車已經準備好了 項羽他願意作出任務 印刷禁再加五萬斤 看來拖字缺真是奏效 我們將和約再退後 一定可以再逼項羽讓步 看好職修, 利益是否應該拿得太盡 漢王, 你說對嗎? 漢王, 陳大人跟你說了一句話 漢王, 大哥, 我們回來了 三弟… 龍七, 大哥, 大嫂 你們真是好 漢王 老兒, 迎兒 是范將軍救你們出來的嗎? 我也想, 不過不是 是霸王親自把我們放回來的 是漢羽親自把你們放回來的 他把你們放出來, 有你們串話嗎? 那也沒有, 他還親自送我們上車 他還吩咐車夫, 小心點 不要擔心我們 是嗎?他真的這麼說? 霸王叔叔還抱我上車 他很大力 霸王真的整個人都改變了 我要父王說的故事給我聽 對了, 你們都累了 進去沐浴更衣, 吃一頓好的 早點休息吧 好… 好… 客官, 喝酒嗎? 喝酒嗎? 喝酒吧 老闆, 拿兩壺出來 是 請恕小仁霧梅 請問兩位是不是又是霸王和漢王呢 當然不是 霸王和漢王怎麼能坐在這裡喝酒 他仰慕漢, 我仰慕霸王 大家意見不合, 吵起上來 漢王人口親民, 個人有隨和 從善如流, 是一個好名官 應該尊重吧 那倒是, 漢王人口老夫也聽過 不過聽說他好認識, 他有很多老婆 不合的 不合, 他只有三個老婆 大多人三妻四妻, 他只有三妻 不算多 那倒是, 從貪財好色的人來說 三妻哪算多, 不合得 喝杯萬勇 要娘娘久厚, 臣罪該萬死 人家說齊王功成厲害 但哀家說齊王功心更厲害 單憑三條問題, 你卻足以令哀家 食不下煙, 夜不成眠 只要娘娘肯作樣報, 促成和矣 自然高枕無憂 只不過這次買賣, 似乎對我很不公平 你要我作出樣報, 但你又不肯出兵 你憑甚麼保證哀家令我得天下 如果娘娘還是不放心的 韓信就再送幾個字給娘娘 你真的做得到嗎? 絕對可以 韓老弟… 韓老弟, 韓老弟, 你走, 行不行嗎? 那當然是國家大事 不是喝酒差拳 怎麼可以讓來讓去? 我以前有遷就過你嘛 你若我一次這麼多也不行 做得我不要你的五萬斤金作恩述 你以後就連連進攻 你要牛羊馬我就給牛羊馬 你要師伯, 我給師伯你 別再跟我夫人爭辯了 你們以為相憂為戒 未肯作出任何樣貌 我看於眼免何罪 你不要跟大佐一神明交代 韓老弟 我都知道是我過分了點 不過我們已經打了百年仗了 難道你真的為了那幾百里土地 再拖多百年嗎? 天下老百姓累了 你看看, 你這匹烏追馬滿身傷痕 他也累了, 難道你不累嗎? 好了, 今天天下老百姓分數 不再和你們鬥蝕 但是以相憂畫地就絕不可能 這樣… 這樣吧, 就為此地以洪溝為戒 以後洪溝已東熟左, 以西熟開 那就好了, 今天我畫地為戒 和平共處, 老百姓有好日子過 不過我怕我夫人不肯 沈兵已出了最大的養物 要不然豬多叼, 就來紅狗了, 免民 行…不要扯火 總之我想盡辦法, 勸他肯為止 一呃一呃呃, 也能肯得他肯 和若一經已定 就立即各自設兵, 攻道 好, 所有條文, 寡人都看過了 合情合理, 就爭在畫地為戒 漢王稍等 略量外出玫瑰 條文未經娘娘過目 恐怕未必同意 寡人漢王, 不說得事嗎? 寡人現在就要作主 寡人, 就不決定, 在東兒四百里 以洪溝為戒 再多四百里? 洪溝為戒, 平昏春色 好事, 就這麼決定 請問 畫地為戒, 事關重大 寡人, 怎麼這麼大件事 都不等哀家回來才決定 夫人, 其實洪溝為戒 和雙幽畫地只差一點 更何況霸王 他願意賠多五萬斤金 作為陣亡將士的恩恕金 已經很好了 不行 娘娘, 何必要折外生枝呢? 如果要以洪溝為戒 楚漢, 勿必要以兩國相交之禮 丁下和約 以後再沒有臣屬之稱 一字平堅, 兩分天下 孝夫人, 那你只是答應 好了… 霸王你這麼寬厚 如果哀家還拒絕的話 就未免太過有失大體了 劉夫人果然能擔天下事 好, 以後就以洪溝為戒 以東屬楚、以西屬漢 兩分天下 今日你我兄弟當天立誓 以洪溝為戒 以東屬楚、以西屬漢 插血共鳴 豈臂了 天地為政 今後楚漢, 兩分天下 永不相 fight 可以嗎?寡人要準備一份後禮 送給項老弟作大婚之容 你們提議那些太普通了 叫寡人怎麼送得出手呢? 是漢王裡閹尖就真了 寡人要回咸陽, 處理國無味能親父彭盛 出席項老弟和余姬的婚宴 所以… 所以漢王要正心挑選一份 別出心才的口禮 要表示你兄弟的情意 那我們就要快點跟漢王想想 要不然他連咸陽也不回了 漢王, 巴王來了 是, 漢老弟, 是不是又來跟我喝酒? 喝酒當然少不了 不過有一件事比喝酒更重要 就是朕要跟你再打一場仗 我們豈不是已經立了盟養以和了 還打仗? 漢王, 霸王要跟你開玩笑 我們快要重返彭城 今天特地送一份禮物給漢王 朕要跟你打那場仗 就在這個旗盤之上 又仗又碎, 挺有趣的 這是甚麼? 這副叫做仗棋 在將士行兵打仗之時 用來換灑作露 朕也試過下了, 企駱無窮 霸老弟, 你是軍紀嚴明 你也會換下嗎? 如今又怎會呢? 天下經意大定了 亦災無戰, 自可換下 好, 我就替你打個落花流水 你教我怎麼玩? 好 漢, 沒甚麼 我用一張相撐住你的炮 打不到我 當然不行, 傷又怎能過河呢? 你犯規了 甚麼河?哪裡有河? 我都沒見到有河 漢王, 這條就是河 你這兒沒有格子就當有河 我怎麼記那麼多?不算了 我來過了 你這個卑鄙小人, 特別多藉口 這樣吧, 我們幫這條河改一個名字 讓他沒得抵抗 好, 改一個名字 就叫做楚河漢街 楚河, 楚河漢街 對, 就叫做楚河漢街 現在才有名字, 我怎麼記得 這幅不算了 這幅不算了 你這個卑鄙小人, 特別多藉口 輸了又 甚麼輸?我一時想不到 我去想想, 我去想想 你這麼說 卑鄙小人, 你沒站住了 你還在想甚麼呢? 我再想想, 天無絕人之路 一定有法子的 我再過兩天就回彭城 你沒得想的了 我也可以繼續想 我想通就去陷彭城通知你 好, 那就不在彭城等你來陷 好,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好, 一言為定 你快要去陷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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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起庭回彭城 還不見你為劉大哥來送行 韓老大… 朕還以為你被你那位夫人 流爛著不來, 送行 只是小事, 他不會理會 禮上往來, 你送福利給我 我就送一份大禮禮給你 漢王還說 就算趕不及喝你和怡基杯喜酒 日後會親父彭城去打擾你們 那就要恭候漢王大嫁了 坐適你那時, 並不覺得你有過人之處 直至你為了要收復櫻寶 竟然隻手舉起那個巨頂擲爛 這樣才知道你英雄氣概 實在舉世無匹 從那時候開始 我劉邦就仰慕你坐行儀 也唯有你這個民通武略 氣概何山的大英雄 才匹配這個保庭 看我不是要他迎路巨頂 舉回彭城 這樣就不用了 但是漢王真的很仰慕霸王 時常把霸王的英雄時跡掛在後面 霸王也要好好安放這個保庭 一看到這個保庭就會想起漢王 這麼大的頂子都在眼前 想忘記他也難了 為了謝謝你這份農情厚意 朕替你喝杯, 拿酒來 喝 喝過這杯, 林仔在彭城等你打擾 好, 我們在彭城見 孔老大, 保重 保重, 孔老大 大哥, 你也要保重 他叫我大哥 你們聽到嗎?他叫我大哥 後會有期, 孔老大 他叫我大哥 你們聽到嗎?他終於肯叫我大哥 所以說送我頂子給他是沒錯的 參見漢王 臣是特意來恭賀漢王, 和以得成 楚漢終於訂立盟約 你真是來遲了 不過遲了又遲了就好 齊王窮兵獨武 如果真是出兵的話 寡人就沒機會和漢老弟定下和約 天下又不可以重過太平日子 真是天意, 天意 天意還天意, 很多事都是事在人為的 不知道漢王有甚麼籌謀呢 如今兩分天下就好 還說甚麼一統天下 兩分天下只不過是策略 當日韓信堅拒出兵勤忙 亦是策略之一 當時楚軍戰意高昂勇猛無疲 小王不出兵正是秘其風銳 如今和約已定 楚軍歸心此戰, 了無鬥志 正是極其無歸的好時機 你叫寡人趁著漢老弟他們 鬆懈下來, 從後追擊? 原來太卑鄙了, 我們剛才定下和約 當日臣賜大兵肯讓步以洪溝為戒 就是被齊王剛才所說的策略而打倒 我們利用和約, 令楚軍失去鬥志 再攻其不備 別說了, 是拐人定下和約 如今就叫拐人毀約, 即是出以反義 為了大汗江山, 為了天下蒼生 漢王都必須出以反義 你給我閉嘴 老弟, 當日叫你打, 你又不打 如今已經定下和約 天下太平了, 你又要打 還要拐人出以反義, 威信全無 只在這一點, 拐人就可以定理死罪 如果念在理由戰功 拐人就當沒聽過, 以後是誰 這樣叫拐人出以反義 拐人就一定把他捍下來 我洪老弟, 剛才叫我大哥 八年來, 他第一次叫我大哥 讓我悲信棄義從後追擊他 我還有甚麼兄弟, 還有甚麼人 以及反正 round 只要喊把我給你, 雷前承認 …… 被 någon控制人abad 大家 這把我憂法 叫什麼 省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